圣保禄宗徒 圣保禄宗徒向罗马人说 祂爱了我们 为了让我们发现 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们 与这份爱相隔绝 继2013年的信德之光 2015年愿你受赞颂 和2020年众位弟兄之后 10月24号教宗方济各 发布第四道通语 祂爱了我们 专门论述耶稣圣心 在人性和神性上的爱 我们正在这一季 专门认识耶稣圣心 在人性和神性上的爱 我们正在这一季 专门认识耶稣圣心 在人性和神性上的爱 第四道通语分为五章 正如教宗方济各 今年6月5号所宣布的 这份通语收录过往的训导文件 可追溯到圣经漫长历史的 珍贵省思 以便向整个教会 重新提出这充满灵性的 美妙敬礼 第一章论内心的重要性 教宗解释 我们需要在这个贪得无厌的物质世界中 回归我们的内心 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 在天主面前我是谁 我希望我的生命 我的选择和行动有什么意义 第二章谈基督爱的举动和话语 耶稣将我们当作朋友 显示天主的清静 怜悯和温柔 他的目光显示 他全神关注人 及人们的痛苦 而他最有说服力的爱的话语 是他为朋友拉扎路的死而哭泣 是他明知那些他爱的人 要杀害他 却依然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章 他就是如此深爱着 教宗方济各呼吁重振 对耶稣圣心的敬礼 也是为了对抗社会中 那些空洞的灵修 当团体和牧人 只专注于外在活动 与福音无关的结构改革 纠缠不休的组织和计划时 我们就需要回到福音的概念 重新出发 第四章 解渴的爱 教宗引述几位圣人的话 他们说耶稣被刺透的乐旁 是圣神之水的源头 这被刺伤的乐旁 渐渐形成新的样子 满足我们对天主圣爱的渴求 圣奥斯定开启了敬礼圣心的道路 成为每个人和上主相遇的场所 三百五十年前 耶稣将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圣女玛加利大 并对她说 看这颗心多么爱世人 离修圣女小德兰 说耶稣是和我的心一起跳动的那一位 还有圣女傅天纳 她对耶稣圣心的敬礼 集中在天主的慈悲 就连圣若望保禄二世 也将对慈悲的省思 和敬礼耶稣圣心密切相连 最后一章 为爱而爱 深入论述各种真正敬礼耶稣圣心的团体 社会及传教面向 带领我们走向天父 也邀请我们成为弟兄姐妹 而手足间的有爱情仪 就是我们能回报他 以爱还爱的最大举动 教宗方济各也再次提到 圣若望保禄二世 认为恭敬耶稣圣心 就是教会本身的传教行动 因此透过基督徒 爱将倾注在人的心中 使基督的教会得以建立 也能建设一个正义 和平及有爱的社会 同于用教宗方济各的祈祷文作节 祈求主耶稣从祂的圣心 为我们涌出活水的江河 医治我们遭受的创伤 增强我们爱与服务的能力 促使我们学会共同 迈向一个公正 团结及有爱的世界 让这一切直到我们愉快地 一起庆祝天国的圣宴 在那里将有复活的基督 祂将以敞开的圣心 不断放射的光芒 调和我们所有的差异 愿基督永受赞美